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懿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菜拼盘 凉拼盘的做法也是我的最爱 随意搭配营养丰富就是它了 需要准备的食材如下 豆腐皮 黄瓜 莲菜 腐竹 菜花 木耳 小米椒 花椒 干椒 炸葱 姜 姜 大蒜 红油辣子 做法如下 豆腐皮切成丝 辅足泡水 切成段 菜花掰开 洗净 木耳泡水 把它们都焯水两分钟 水 你们现在切食材 水 变成沙 水 不高 多物费 野生 烧水时放点盐 连菜去皮切片 烧水时放点醋 黄瓜拍一下切成块 小米椒切成丁 黄瓜和小米椒不用焯水 以上食材全都放入盆中 开始调味 加入醋、生抽、鸡精、香油、咸盐 小米椒、白糖、红油、辣椒 还有蒜泥 做个葱油 起锅烧油 放入花椒、干椒、葱花 还有姜丝 炸至焦黄时 把油倒在凉菜盆里的蒜泥上 搅拌均匀即可 今天这个凉拼盘 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凉菜 它不但吃起来爽口 可随意搭配 并且我能从中判断出 这个饭店的厨师水平如何 最简单的也是最难掌握的 任何一个厨师都得在这方面过关 我们开饭店时需要招聘厨师 我经常给应聘的厨师出两道题 一个就是今天的凉拼盘 另一个就是炒土豆丝 能做好这两道菜 才够得上资格做厨师 今天这个影片 如果对您有帮助 请关注、订阅、转发、分享本视频 感谢收看李易琴的秀 咱们下集再见